那么咱们到现在的位置 咱们把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字典 其实就讲解完了 那么咱们呢 接下来给大家出一个多页 出一个什么多页呢 就是说在你明天是要休息了 对吧 咱们已经把 商品 商品分类 以及商品品牌分类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吧 但是这仅仅是商品信息 我刚给你写的程序也已经实现了 查看商品的信息 查看分类 添加一个 是不是都可以实现 我能不能做到一个登录 以及下一个单呢 下一个订单呢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接下来给大家布置的新作业 接下来额外创建新的三张表 这三张已经创建完了 没错 你再创建三张新的 三张新的分别是顾客表 Custom ID 姓名 地址 手机号 以及密码 就是登录的时候用这个密码 听懂我意思了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订单表 还有一个叫订单 详情表 首先让用户去登录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成功 你就提醒用户让他引导到他去注册 用户只要一注册 这是不是就有东西啊 然后接下来引导了用户去买东西 用户一买东西 那么请问用户是不是一定是先浏览商品啊 咱们刚刚浏览不知基本上都已经确定好了吗 那么接下来你还剩的是什么呢 剩的是让用户去下订单 那么订单表里边有个组件 有个下订单的时间 有个谁下的订单 请问601还是像谁 谁下的 没法通吗 那么这个订单我知道了 那么你到底是买的什么商品呢 我接下来还有个表 这个表呢就叫做订单详情表 在这个订单详情表里边这是组件 然后这是order ID 这啥意思呢 你这个订单到底是谁买了 我通过这个来找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 你到底是买的哪个商品 这个8001对应的哪呢 对应的这个 那这个商品它是对应的是什么分类呢 通过这个咱能找到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简单 还有一个地方 通过这个咱能找到哪 是不是能够找到品牌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我接下来我只要下了个订单 我买了东西 我什么时候买了我知道 我这个订单里边到底买了什么商品啊 请问是不是接下来通过这个表里边 你去查 接下来是不是只要是这个订单了 是你的是不是接下来这个订单 信息是不是就出来了 你买了什么商品来去灌了那个表 这个表里边这个商品的具体信息 是属于哪个分类 是不是属于哪个品牌 这就灌了其他表 请问是不是这几张表 是不是有一定的灌了 是不是就灌了起来了吧 所谓的关心数据库 是不是就这么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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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把最后的结果是不是给它关起来 关了起来 这就叫关心数据库 这就它 其实这些的功能 我刚给大家写的程序 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你还有哪个功能没实现 第一个 注册 第二个 登录 第三个 下订单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把这三个功能 添加到我给大家今天上午在写的这个程序里面去 用程序去操作你的社会语据来实现这个功能 无非是没有界面 要是有个界面 基本上流程是通的 没有任何问题 听得清楚了吧 这个当做作业 你作业得做 不作业得做 没得商量 反正必须做就行了 好了 那么基本上这个作业呢 大家就说到这儿 你要天天的功能 我在抢那边 注册 登录 以及下订单 你买了什么东西 下订单买了什么东西 好